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个人在这扎花扎了大概有五个多小时 这东西难是一点都不难 但是很费功夫 扎了五个小时才扎了这么一点 在这边扎的时候 我就决定做个小视频 跟大家聊聊天 我先换个取静的角度 调整好位置 我们现在边做事情边聊个天 做这个花圈是为了响应 往上一个反共送中 全球同步大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全球各个城市 只要是有共匪的使领馆的城市 在9月29号那一天 同步行动给他们送个花圈 他们不是要搞什么70周年 什么大庆嘛 串政70周年 我们就在你摆寿宴的时候 给你送个大花圈过去 这样不仅仅是说要恶心他一下 那个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倡导一种无中心 无领袖 无派别 无理念之争的这样的一种 全球的反共力量 大联合 要同步行动 让共匪看到 你的这个政权 已经走到了末路 不管是在国内也好 还是在国际也好 所有的这些 向往自由民主的 这些人组织 都在对他们发起 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总功 2019年 也可以讲是 风云变换的一年 各种反共的力量 都开始积极地采取行动 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 那个而且美国也开始了 这个对中共的经济围剿 所有的这些 都变得越来的 越来越强烈 包括墙内的 这个P2P 那个 各种 维权的群体 老兵 卡友 受这个 毒食品 毒疫苗 伤害的这些 这些 家长啊 等等这些 都开始 起来维权 此起彼伏 共匪是 应接不暇 焦头烂额 可以讲是内忧外困 那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在2018 2019 这个时间点 会突然一下 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 其实也不奇怪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那个近现代 有一位 最伟大的 这个哲学家之一 罗素 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定律 他就说 所有的这个极权统治 都很难超过70年 而现在 2019年 就是中共的 共匪夺取政权的 70年了 那么所有的这些 这些事情 在这个时间点上 突然一下出现 他绝对不是一个 偶然的一个结果 他在偶然的表面下 有着他的必然 罗素自己 我们都知道 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但其实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数学家 而且罗素自己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他 一生最伟大的成就 不是在哲学上的成就 而是数学 他认为他在数学上的造诣 其实是超过了 他的哲学造诣的 所以呢 尽管 那个很多人都提出 这样的疑问 说罗素你凭什么说 那个极权统治 很难超过70年 你有什么依据吗 其实从他的这个 另外的这个身份 数学家的这个身份 就可以 那个揣测出来了 他应该是 他应该是建了一个数学的模型 然后呢 把一些那个数据啊 给给给导入进去 运算出来的结果 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一些事实 比如说苏联 这么强大的苏联 当年是可以跟美国 那个对抗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 这个庞兰大武 他从1922年建政 到1991年苏联解体 就69年 是吧 而且呢 其他呢 包括包括我们那个国民党 国民党是 好像是1927年 那个 建政的 然后呢 他在1996年 开始开启了那个 全民普选 正好也是 也是69年 没有超过70年 所以呢 可以讲啊 在这个数学模型里面 他通过这些 一些必然的规律啊 数据啊 等等这些东西 通过了这种严密的计算 才能够得出 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有很多预测啊 我们所谓的那个 什么预言家啊 等等这些东西啊 其实 他说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什么 信口开河 水口一说 集权统治不会超过70年 怎样这样 他都是有 有他的依据在里面 因为曾经有一位 那个非常知名的 那个 科学家 我一下子忘了 他叫什么名字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得到 这个世界上的 每一个数据 然后同时我们有一台运算能力足够强大的计算机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当然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得到所有的数据 我们现在目前也不可能有强大到这么大的运算能力的这种计算机 但是他这句话呢 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所有的事情 他都是有他内在的规律 所有的人和物都在顺着这个规律 在往前走 我们中国喜欢是东方的哲学里面 喜欢讲玄学 讲大道 天道 这个所谓的天道 其实讲白了呢 用现代的科学的这个角度去讲它 其实就两个字 也很简单 就是规律两个字 所有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逃脱不了它的规律 包括细胞子的出现和川普的单选 其实都是他内在的规律 都是没有逃脱这个规律两个字 比如说这个细胞子的单选 在这种共产集权的这种统治之下 必然会出现胆争 是吧 前期会出现这种迫害 然后再出现这种胆争 然后胆争各种势力的那个角逐的结果 不得不去采取一定的妥协 然后呢就会选中这样一个 看起来对大家都相安无害的这样的一个人出来 鞋包子 就是这个所谓的 大家看着都相安无害的这样的一个产物 但是呢像这种人啊 他在官场里面混得太久 所以呢他也一定会 那个很好地隐藏自己 所以在他没有上位之前 大家看起来都觉得啊 这个挺无能 怎样 然后呢上台以后 这个一下子 他的那个野心就爆棚了 这个朵花扎好了 一下子就就爆棚了 万乎所以 野心膨胀 然后呢就开始对世界采取这种 想要吞并吞并全世界 那个领导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狂妄之想 这其实他就是规律 包括他的这个童年的成长 对他现在的这种人格的养成啊 他童年的那个成长 我们也都知道啊 十几岁 父亲就就就就 被打倒 然后自己也也有一 曾经有那么一段颠沛流离的这种 那个青少年的经历 这些其实都是在对今天的细胞子的一些作为 的一些决定性的一些因素 然后呢 你看这个川普 川普作为一个政治素人 突然一下 能够打败这个政坛的这种老将 希拉里 成功单选美国总统 这个看起来似乎也挺偶然是吧 其实也不是 就是说美国在对待中国啊 对待其他一些这个极权国家 多年以来的这种 那个绥靖政策 不管是从政治上也好 还是在经济上也好 都让美国的这个选民们 感受到了那种 那种危机感 那么这个时候呢 川普作为一个一个 从来没有 从政过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这种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这种理念啊 他就能够很好的去 去获得民众的支持 这其实背后 它也是一种规律 所有这个这个世界 都在被规律两个字 推着往前走 只不过呢 有一些东西 我们普通人啊 受限于我们的知识 受限于我们人类 目前很多未知的一些领域 我们没有办法去用 用数字啊等等这些 把它给表现出来 但是呢 它的规律一直其实都在 中共的统治 刚开始的时候 欺骗了那个四万万 中国老百姓 以为他们会 赶走了国民党以后 他们会让中国变得更加的 自由民主 变得更加的富强 然后事实上上了这个蛋 但是呢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装的还比较像 他们打着很多这个 这个高大上的口号 来欺骗老百姓 但是呢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所有的东西都在朝着 这个规律的方向在走 骗啊骗啊骗啊骗 骗到最后 所有的东西啊 都开始暴露出 它背后的那种邪恶 那么老百姓 要起来去反抗 那个感受到自己的权力 被侵害 他要去维权 这些也都是规律 这就我们 在我们中国人的 那个语系里面 我们说这是天道 在西方人的这个语系里面 就讲的是规律 它既然是规律 既然是天道 那么就不会以个人的意志 或者是某个组织的意志 能够发生改变 你顶多只能是在 一个局部 那个一些小的这种变量 发生了变化 对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 产生一定的这种 这种加速或者是延缓 但是这种的趋势不会变的 这也就是有很多人会问 那个罗素讲 不能超过70年 那么离这个最后的 这个11 70周年的这个11 只有十来天了 可能在最后的这几天 这十多天 中共就倒台吗 我也认为不会 不可能在这十多天里面 就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但是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只是可能是 那个源于 这个科技的变化 能够更好的去阻断 对信息的监控 对信息的这种 这种这种阻隔 然后呢 让这个集权统治 让共匪的集权统治 会稍微的延长一点 可能是71年72年 也顶多是这样了 但是他不可能说 彻底的去改变这个规律 说这个不再 不再受这个 70周年的这个定律 去去去限制 能够到170年270年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最多是得益于这些变化呢 能够让你 延长个一年两年 这是最多最多的了 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些 所以才会在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 这个美国也开始对中国 对不是中国 说错了 口误口误 对中共采取这样的经济的制裁 然后香港的 也爆发这种反送中的反抗运动 然后那个欧美 那个欧洲的一些国家 也加入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行列里面 来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 这种限制 这些都是我们乐于看到的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又要回到我们全民共振 讲的这个主题上面来 国际能够给你创造这样的环境 那就是对中国民主事业最大的支持 中国有句古话叫自助者天助 如果说自己都不努力 不去那个勇敢的抗争 那你也不可能说指望说 所有的事情由美国一手包办 他们派兵来帮我们打败共产集权 那个所有的中国人呢 只要在家里躺着 在在床上躺着 喝喝小酒 看看电视 那个刷刷抖音 就自由就从天而降了 这不可能 国际只能是给你创造出 这样的一个一个环境 然后剩下的 是要靠自己去奋斗 要勇敢的去站起来 去跟那个共产集权 在它墙 这个已经是千仓百孔的这个墙上 去狠狠地踹上最后一脚 这样 这堵暴震的墙 它才会彻底倒下 否则的话 那座墙即便它已经是残破不堪了 你不去动它 那个墙还能够竖在那里 是吧 所以呢 不管是海外的 还是墙内的 老百姓们 为了自己的自由民主 为了自己的这种幸福权利 一定要勇敢起来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各种各样的那个实际行动 去做出你自己应该要做的共性 可以这么讲 我们的祖辈是因为这个受骗上当 然后我们的父辈呢 又比较懦弱 他们在他们的一生中 没有去尽到他们的责任 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这一代人 比如说我吧 要这样的背景离乡 我们的那个孩子 要去那个遭受毒食品 啊 读疫苗啊 等等的那个残害 这些普通的小中产阶级 会在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种金融陷阱里面 去失去自己半辈子的心血 所以呢 这些啊 如果我们在我们这一辈子 这一代人里面 没有尽到这个责任的话 没有去遵循这个天道的 这个这个这个规律 那我们的下一代 就还会继续我们 现在的这种生活 这应该不是我们 大家想看到的 OK 最后一个 要做完了 做完这个 我们就 我就回家去了 好 先讲到这里吧 各位再见 请不吝点赞